今天是7月20日,是上年期第16週的星期一 昨天星期日我和一班主教祭堂的議會成員在視像會議 在這個分享過程當中除了事工之外 大家都分享少少生活上的感受 真的會看到世事變化無窮 不過我們很肯定天主對我們人的愛是永不改變的 實際上天主聖言可以說是抗疫中的希望 亦都是我們每日生活信心和力量的傳源 以後我們一起聆聽《馬六福音》第十二章 那時候有幾個驚師獲犯來西人對耶穌說 師父,我們願意你顯示一個徵兆給我們看 主耶穌回答他們說 邪惡淫理的世代要求徵兆 但除了若立先知的徵兆外 必不及他其他徵兆 有如若立曾在大儒福中三天三夜 同樣人子也要在地裏三天三夜 連你未人在審判時 將同志一代人起來定貪魂的罪 因為連你未人因了若立的宣講而悔改了 看這裏有一位大於若立的 南方的女王在審判時 將同志一代人起來以定貪魂的罪 因為他從地極以內聽薩洛門的自為 看這裏有一位大於薩洛門的 新約時代的猶太人 他們期望通過一個很作觀的 一些精事或者奇蹟 以顯示這個墨西亞時代的來臨 他們渴望墨西亞為他們帶來勝利 這些精事或者奇蹟 就為了確定天主臨在和參與 其實耶穌在加勒納的時候 也都行了很多奇蹟 譬如說醫好病的人 復活女孩子等等 不過法律詩人和經師 他們仍然要求繼續要求徵兆 為了挑戰耶穌的權力的真確性 主耶穌認為 如果在你們未聽到若立的宣講的人 一定會悔改 南方女王也同樣從遠方而來 為了聽薩洛門王的智慧 現在有一位比薩洛門王更大 已經其實來到 正如若立先知的徵兆 他在地裏面三天三夜 主耶穌已復活 利戰勝死亡 當耶穌從死當中復活之後 將是唯一的徵兆 以見證天父的大岸 我們可以說 好像每一個世代的人 我們期待看到 天主的臨載和行動 但很可惜 我們所尋求的徵兆 不是耶穌所顯示的 耶穌時都是以十字架 祂的愛 作為一個標記 每一時代的人 天主都照叫祂的子民 是透過十字架 而獲得轉化 而十字架的基督 是一個賜給我們生活中 獲得轉化力量的標記 祂如何身為當中 去轉向天主 走近天主呢 最近有個女孩子 叫Cynthia 他都很特別 他自己是一個大學生 讀完書之後呢 他喜歡做義工 走了去西港兒蓮子 去投資這個嚴重的工作 可以說是有些期望的 他希望能夠跟大自然拉近些 會看到 視乎這個全城 有一個歷史的責任 他自己把他這幾年的經驗 通過Facebook 一些專業 他用一個三粒鹽記 分享他自己這幾年的心得和過程 在鹽裡面 曬鹽過程當中 看不到些什麼 他堅持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很特別的 怎樣將天的水 大地的水 海水 能夠連結在一起 因為原來做一粒鹽呢 要十四日好天的 過程裡面 日曬如臨 不過他覺得很有意思 能夠參與 這個保留歷史文化價值的 這個行動當中 他來說覺得是非常之有意思 其實他都犧牲很多東西的 不過他說每一次見到 哇 覺得結晶體情義在面前的事 他覺得很興奮 正所謂一個犧牲享受 享受他的犧牲 所以在這件事上 在這個造鹽過程裡面 看到的意義和價值 他說他覺得最重要 有份參與 所以我們怎樣能夠 有份參與 和堅持這種態度呢 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能夠被天父所揀選 成為他的女兒 那麼我們為 最近疫情 種種的需要 向天父祈禱 我們的天父 他說你损練我們 當我們因為疫症 一種的感覺到不安的時候 我們都相信在這個時刻 你正臨近在我們當中 而你完全的愛 將恐懼除去 使我們能夠 各人呢 剛強壯膽 願你的名秀到顯揚 我們不單靠 政府專家 或者醫護人員 而是我們深信你 求你賜給 他們的良善精直 和智慧能力 去抵得住這個沉著的壓力 謙卑敢做你的仆人 因為唯獨你真正能夠 救醫治和拯救我們 我們堅信疫情 星光存在於你手 求你醫治患病的人 拯救病重的人 安慰憂苦無俗的人 即將離世的人 可以靠著主耶穌得到永生 求你教我們學習跟隨你 和受苦者同苦 與哭泥者同哭泥 你是天主永生榮獲 新星期開始 讓我們不要增加別人的麻煩 不要令人擔心 其實已經在幫人 希望能夠有這種態度 天主抱養你們